同学好 今天呢 这个video 我是想给大家看看 到底炸鱼呢 大火炸的鱼 出来的效果 会不会 比煎的鱼呢 好呢 所以我本身觉得 我 比较喜欢 炸鱼多过煎鱼 因为煎鱼呢 时间特别长 然后也很难掌握 这个鱼的那个熟度 所以你看到我上一层薄薄的粉 今天用的鱼是黑鱼 我们这里的本地的叫黑鱼 黑色的鱼 所以我两边都会上一点粉 然后这个油给它大滚 非常的高温 直接就把这鱼生 放进去滚牛鱼 当你一放进去滚牛过后呢 你需要把这个火完全的 细 把它关掉 就让这个 这个油温呢 慢慢把这个鱼呢 浸到熟 或者是泡到熟 所以尽量不要打火了 大概这个时间会可能需要三到一个四分钟 我们再转面 翻面 翻面过后呢 然后我的方法就是 就把那个火开到很大 就是非常的高 高温 再把里面的油呢 逼出来 嗯 这样子呢 这个鱼炸出来的效果 就肯定是 力嫩的外酥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把火调得很高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里面的油呢 多余的油呢 把它逼出来 把它渗出来 那么我们吃起来就不会油腻的感觉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个鱼里面呢 这个鱼里面呢 到底是干呢 还是很嫩呢 可以看到里面还有水分 而且这个鱼是完全熟透的 所以如果里面有机会试一试 吃起来的效果呢 是非常嫩 而外是非常酥的 先吃一个试试看 好 谢谢大家